汐止區秀峰路上的黃昏市場公車站 共有四條星巴士和一條市區公車路線經過 且鄰近汐止運動公園 黃昏市場 汐止火車站 汐止區公所和秀峰高中等等地方 水使用的民眾非常多 但是之前沒有公車後車停讓民眾等車相當不便 現在後車停完工 新北市議員廖先祥就到現場查看後車停的現況 在這邊搭乘公車的民眾非常多 旁邊也有我們的秀峰高中 學生上下課也都會使用 只是說過去在這一站的時候 都沒有任何的一個後車停讓我們的民眾能夠遮陽避雨 所以說在接受民動的成形之後 我們看到這邊的人行道的近寬其實是非常足夠的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綠帶中間地磚的部分來把它做一個後車停 設置好了之後可以讓我們這邊等候的民眾 有更舒適的後車空間 那同時也不會影響到我們行人的通行 黃昏市場站後車停 利用人行道上綠帶間的空隙設置 不但舒適美觀也不會阻礙到民眾通行 再加上繫紙多餘的環境 有了後車停後讓等車的民眾 不再需要風吹雨淋曬太陽 長輩也能夠坐下來舒服的等公車 下雨天可以當雨 然後很熱的時候又可以遮陽就比較好 而且可以坐著休息 當然是希望可以多設一些像這樣子的站 但是就是需要經費 就是還是要看情況吧 那陸陸續續因為汐止多雨的天氣 那除了這邊我們也在汐止好幾個站停 目前正在爭取我們的後車停的一個興建 那這一站後續我們還會再把這個 車輛的動態顯示系統裝上去 讓我們的民眾能夠更準確的知道 車子來的時間讓大家更方便 完工後的後車停非常明亮 透光的玻璃可防風又不顯陰暗 上方還有LED照明燈 晚上的時候可提供後車民眾照明 後續等智慧動態看板完工後 將可提供民眾舒適便捷的後車環境 記者李嘉文汐止採訪報導